大件事大件事啦 就在星期三的早上7點多 《文匯報》宣布習主席的聖旨 控疫壓倒一切 中央全力援港 說第五波的疫情牽動著習近平的心 他還就支援香港對抗第五波的工作 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哎呀 要最大顆的落命令 他叫了韓正和林鄭轉達 很關注香港的疫情 強調政府要切實負起這個主體責任 盡快穩控疫情 作為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 其他事情都不要管 控制疫情是第一 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 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確保市民生命安全和健康 中央各個有關部門和地方 是會全力支持和幫香港做抗疫工作 就在習主席宣布之後 隔了四個小時 林鄭就出稿回應了 說多謝習主席的關懷 會用堅定的意志 傾盡全力抗疫 林鄭也領了指 會按習主席的指示 負起主體責任 之後已經向中央交報告 和提出請求中央能夠盡快協助的具體訴求 大家作為下屬 要頂頭老闆開到聲 會有甚麼感覺 佳叔就這樣解讀 說習主席有兩大啟示 一就是表明中央的態度 防疫不力特府是要問責 第二就是習主席開到聲 叫特府放心實行更加強硬的措施 究竟林鄭會不會再硬的未知 只知道如果靠何俊研究講應該死得 她提出 學美國空頭物資給西柏林的做法 向香港空頭生活物資 嘩 你用香港來比喻西柏林是甚麼意思 當年冷戰時期 西柏林被蘇聯封鎖 英美才要用這個方法 不如想想 怎樣解決醫院淪陷更好 有很多老人家都要在外面露宿 真是神經 難怪被人說第三世界 戰地醫院甚麼甚麼 有網民拍到廣華醫院外面 拍滿救護車 戶外也搭帳篷 一個國際城市的醫療系統 竟然是這麼脆弱的 你說京官見到會有甚麼反應 今天又新增4285宗確診 初步陽性都7000宗 17人離台 再多9個人離世 包括三歲女童 和一個有長期病患的37歲男人 而7間指定診所也開張給輕症病人去看 但已經報了新聞 人們又搭巴士去搭小巴走 又是傳到周圍都在 一個病令整個香港混亂 有讀者跟我們說 捉高灣的人都是亂來的 那位女士是陽性的 那位保安安排 一個人陽性和我們 一班陰性的上車 那位陽性的女士都不上 那位陽性的女士都不上 去檢疫酒店 但竟然安排過陽性的人 和陰性的人 搭同一部旅遊巴 那我們一班陰性的人 旁邊都那麼久 是甚麼意思 一同陽性的人 一起 現場工作人員 就只是說不知道 叫市主問其他人 又說他在這裡也有機會確診 怕甚麼 去新的地方不好嗎 最終經過一番理論 那位陽性的女士 才沒有上車回房 而市主一家就去了檢疫酒店 其實市主的媽媽也確診了 是逐個患 有工作人員也要求她離開 最後堅持不離開 以免惹到其他人 市主媽媽才成功留在房間 另外也有讀者說 曾華線大佬曾華德 在中環中建大廈的診所 有一個員工確診 診所不單止沒有通知病人 也沒有山門全面消毒 只是要求員工自己做快速檢測 其實病包到周圍都是 不是,輕症病人可以去指定診所看醫生 但又會吃閉門羹 不如大家冷靜點照常生活吧 最後都是想提醒大家 不是很嚴重的情況 都不要叫救護車 很多救護巴達都說頂不住 大家有甚麼意見 歡迎留言 like和share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 下條影片再見 我就會遲到 下條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